每一个女孩心中最想要的就是自己最漂亮的样子 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结婚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即将在七月步入婚礼的大明星陈颜希 请她来帮我们分享她的最漂亮的样子是什么 她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颜希 因为我是夏天出生的小孩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地喜欢夏天 然后我觉得期待中喜欢希望有的夏日婚礼 不管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有水 然后呢就会有一种透新凉的感觉 然后希望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时间 然后就是看起来都亮亮的 觉得未来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她的彩妆师小文 然后以颜希这个夏季婚礼的概念 帮她设计了一个新娘妆 有 我帮她设计一个夏日天使妆 对 然后是整个质地都是以比较雾面为主的 颜希 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小文好像没有用太多的粉底 去打你的底是不是 因为跟小文也合作很久了 所以她也非常了解我的状况 然后她也其实不这样 我们都会选择用比较 透亮一点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那小文你是怎么样做她的底妆的呢 我就是取少量的粉底液 在T字部位的地方往外推匀 对 外轮廓的部分我用一些 按两度颜色的粉底 然后再晕开来 按两度颜色的粉底 就是让她的那个轮廓比较立体感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啊 就是在结婚前半年 或是搞不好一年 他就会努力瘦身啊 或者是做一些皮肤保养 那你可以分享 你在婚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魔鬼计划 我觉得第一个是 就是心肤面膜 因为我觉得皮肤就是保湿很多面膜 就是人的皮肤在有水的情况下 看起来就会是透亮好看的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 最近是有非常的 这个极其努力的健身 因为我觉得健身室可以加速 你的健身带系 那身边的小的话 你的皮肤最好 所以反正就是让自己的皮肤 容光焕发展 是的 像很多那个新娘妆的眼影 我都觉得画得很多很杂 可是我觉得妍希的眼睛也好干净 那小雯 你是怎么做的啊 我就是用单一颜色的大地色系 然后呢 再去做多一点 所以它靠近眼瞼的地方 是比较深的 然后慢慢往上晕开来 其实同一个颜色 再叠第二层而已 所以它可以制造出渐沉的原因 会让它的眼神比较深邃 好像这样 所以选择大地色 是让它其实很好搭配 它要之后穿的礼服啊 或是婚纱是不是 因为我想要让它整个感觉 是比较优雅一点的 优雅一点 那我看一下妍希的唇色 其实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中 新娘子要大红或什么的 是也是比较带一点橘色 橘色的红唇 对 所以你是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是比较亮色系的橘色 然后可以让整个妆感是比较活泼的 那颜希你自己平常就是化妆 有没有比较喜欢 习惯什么样的色系 其实我平常私底下化妆 我真的其实就是偏靠大地色系 我喜欢出现比较自然的感觉 或者是裸妆 好像看起来像梅花一样的 梅花一样的我也很喜欢 又或者如果是比 比如说像红唇啊 那种比较性感觉 或者是像今天她的这个橘色 比较俏丽眼 为了一些妥妆啊 或者是杂志的拍摄的话 其实我也会愿意就尝试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你的婚礼上面 你也是希望看起来就像 平常很漂亮的你 如果是婚礼上面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整体吧 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还是主要的色系 应该还是会希望身心比较自然的感觉 自然就是很陈颜希的样子 对 这样子 希望是比较像陈颜希分的新年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小文 就是如果很多人都想要跟颜希一样 是当六月新娘七月新娘 像这么热的天气 你就不过决定婚期了 对 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都知道你的婚期啦 所以如果说是要这种在夏天 希望跟颜希一样做个夏季新娘 你有什么整体的一个彩妆的上面的建议呢 因为六七月是非常严热的 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选择的顶是比较薄透的 才不会造成脱妆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新娘每一个人都想要当 都想要一个最漂亮的样子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另外一半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很美 另外一半也要帅帅的跟你一起 才是一个最漂亮的 最甜蜜的婚礼 嗯